看那他唱歌真好聽 當然 可是他那個時候 比較可能是覺得說那個效果 我覺得喔 因為那時候的就場主持人 都會給他虧 一定的啊 不然你自己唱完 然後第一首唱完自己 怎麼會不會在虧我 對 第一首唱完之後 自己介紹完之後 然後唱第二首我就滾了 那美鳳姐是 主持人都非常喜歡 一定要訪問他 每一個大牌的主持人喔 對 一定得要訪問美鳳姐 沒有同時戴過 常常碰到啊 只是我自唱第一個 那時候美鳳姐已經非常紅了 而且是美 那時候是美艷紅心 他的身材是辣到 沒有 辣到不得了 那時候還沒有壓軸 很華麗是沒有錯 你的秀服真的是可以秀給我們看一下 你的秀服到底在嗎 在在在 美鳳姐的身材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小的美鳳姐 一點都不誇張 一點都不誇張 很辣 只是現在秀服那個彩娃穿不下 對 因為我 我 本錢沒這麼好 對對對 現在問到哪裡 大家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會演的角色 還是你們也不太清楚 沒那麼清楚 沒那麼清楚 是知道啦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透露嗎 一點點 一點點 好美鳳姐 都是 對 美鳳姐 演這部戲呢 我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背景是跟秀場有關係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是製作人是黃警工 以前他 我上過他發力史上過很多次 那他是一個經紀人 然後他在 就在安排秀或是處理事情 所謂的處理事情 以前都必須要有一些黑道 那每一個藝人的經紀人 很多他是黑道 他也是黑道 那黑道大哥 或是他們是經紀公司 所以 如果我的經紀公司 他也是 有扣刷 你就不可能拿到巴拉票 等你每個禮拜都可以拿到現金 那如果你的那個是比較 採出來牌的 你可能拿不到現金 人家開給你是巴拉票 所以經紀人重要 很重要 那很紅的藝人有的時候 經紀人或是別家要敲他去上檔 然後敲不到 就會壓人 以前會壓人 或是被刺屁股 或是會幹嘛幹嘛的 刺屁股這麼明顯 以前那個年代 以前那個年代比較 我講的那個年代 因為我們還不到說 大家要把我們唱來唱去 我們很好演 很熱的很好演的 就跑前面 那我記得我在做秀的時候 我記得在太陽城 那一檔有張瓊子 張瓊子那時候比較紅 他唱我後面 我唱他 我是唱 比如說第一個唱完 我是唱第二個或第三個 那阿茲是唱主秀的前一個 算副秀 那我們就在後台這樣化妝服裝 那我要先唱 所以我就先補個妝 張瓊子就坐我旁邊 然後張瓊子都這樣 每次要開始他就這樣 比如說那個龍腳傘或是西瓜 我都知道他就這樣 然後我就每次看他這個動作 有一天我再忍不住了 我說你每次他上台之前 然後我就在噴那個是什麼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這樣沒講話 這是秘密的 他就這樣 哎呦 什麼意思 嗯 他就 噴那個就是寶物的 不能說話 因為意思說 待會他要唱 要表演 你說 寶物猴農 所以你不能講話 那我就很難說 可是你的麥克風 從來沒開過啊 哈哈哈哈 你寶物什麼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姐你的意思是說 後面合音幫他唱就對了 哈哈哈哈 他就黏著小不點 從他年輕唱到現在 公益活動 還在幫他唱 好 然後呢 他說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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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對 他說 可是 唱完中間 要訪問嗎 哈哈哈哈 那個聲音不能跟 小不點操太多啊 不一樣 再噴一下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對 因為以前呢 有時候一些八點檔的 那個 演員女主角 其實有時候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他們演戲演得很好 但是唱歌可能就比較 就 不是專長 不是專長 所以得要合音來幫他們唱 對 他們只要美美的出現 因為觀眾最主要是 要看到他們就好 然後穿得很漂亮 看到他們的本人 這樣就很開心了 那其實 那個有沒有歌藝到無所謂 對對對 就是美 對 美就好 對 然後我記得我是有一次幫葉愛玲葉姐 我有幫她唱過 唉唷 他唱這樣耶 你 為什麼 不是 不是 有一次他常常 就是 有一次不知道是 什麼 可能是我在後面幫他 多唱了一下下 就幫他疊了聲音這樣子 有一次 唉唷 大家好像都很震撼 對 因為 因為我是歡樂派 不是實力派 因為有一次葉姐有一次唱歌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那葉姐常常提這件事 其實我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他會很難忘 哈哈哈哈 誰幫我唱得很難聽啊 但我沒有唱得很難聽啊 哈哈 因為笑場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後來就是跟阿姿 就拍了夜神龍神 嗯 嗯 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辛苦 在戲子的時候 就是那種 因為那個 除了潮濕之外呢 再來就是 他的腳本 都一定要到 很晚才能拿到 嗯 一定都是半夜 這些都 而且你們有很多 很半夜就要被摳起來 你看世界 很多動作戲 阿姿尤其在前面夜神龍神就要打 就是要打架 因為他是小三 然後他到那個麵攤來 要跟我唱一聲 然後那場要打架 然後我就跟李悅峰講 李導演講 包括導演 我看了這一場 那我有點小小的想法 你說啊 我說 那個阿姿來店裡找我 他跟我唱一聲 然後是寫我們兩個打架打在一起 對不對 爸爸我說 重點不是說是誰 我說我一定要打贏 為什麼 為什麼 小三 對 我一定要打贏他 而且 我是在賣那個白骨湯 我很有力的 他貴婦已經有力 我一定要打贏 然後我們就講好 就要打在地上 然後揪 拉扯頭髮 拉扯頭髮 跟那個番茄醬 打了兩三天 因為有聯繫啊 然後打完一張 打完咖 然後看導演 可不可以導演都 一直都說不行再來一次 因為他想還沒音樂 一直磨我們的戲 反正就一直打 一直打 那中間停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找助理啊 拿外套 那一天除了那一場 還有幾場 有藍心美 還有光哥 我們是下一場的 所以他們就在旁邊 那麼 我們如果說什麼 很冷 我們都會有助理幫忙 可是拍完那一場之後 我跟光哥他們三 我們三個人拍完 然後就 他然後就 好冷喔 然後他心美的助理 第一時間就衝上來 好貼心 趕快這樣幫助他這樣 然後接著就 光哥找他助理 然後助理也來了 我就說 KK KK 這好久喔 你們家的助理 來了 現在來了 然後笑很久 然後心美就 KK 全部都要叫KK 然後你就看他 慢慢的走過來 抱了我們家的那個妹妹 心美說 很冷耶 你趕快一胎 他沒有肯妹嗎 他就沒有啊 妹妹也很冷 比較重要 妹妹比你重要 就對了 但是我們就是因為 這樣子 因為你疼妹妹 你愛妹妹 所以他得要把他先照顧好 那時候妹妹是我們劇組的寶貝 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秀場呢 就是因為做秀一個禮拜的情感 大家招心相伙 拍戲是一檔戲 那個感情也就這樣 也是喔 很濃厚 濃烈喔 對 那我是認識美鳳姐 有三十幾年嘛 但是我們是第一次合作拍戲 第一次 我覺得這讓我覺得好開心 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而且加入我們民視的大家庭 對 這個讓我好感動 這個環境真好 然後我就覺得可以拍一部很好的戲 對 而且以前秀場 我也是從那個 那個秀場出道的 所以呢 有很多很多的 感覺跟感觸跟感受 對 我覺得可以有 我們都有很大的可以發揮 那個時候秀場 我記得就在後台 大家都很認真 在搶擺 搶擺 大家樂 對 大家樂 然後下個班 很多人都會去問生廟 對啊 變擺 對啊 看幾盒 尤其朱大哥那時候 他們也常常 常常 會去夢阿婆 真的 夜總會啊 為什麼 真的會去問 問那個 問夜總會 夜總會的那一些 那一些非常 就是離開的人 然後去 對 這個也可以問 去跟他們問一些擲筊 問一些明白阿 然後心靈也問 有行的沒行的都會問阿 真的耶 已經都這麼忙了 還有時間去做那個事 因為那個更重要 那個更重要 對 所以主持是副業 本班是主業 其實都很重要 可是 可是我會覺得喔 這些主持人 我一路看在眼裡 因為他們真的是 反而就很受歡迎 然後他們 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 像我們就是 愛漂亮的 他們覺得 那個就是一種 刺激 行動的位置 他們每個人喜歡不一樣 所以也會去打麻將阿 也會去Q明白阿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譬如說他這支他供股阿 你會覺得 可是我告訴你們 供股輸了不少錢 對不對 一上台一樣超經驗 是 對 這是非常重要 這是真的是藝人 因為他不努力唱 哪有錢再來 拿來還 這一點就很棒 我們好好學習 對 他不會說因為他好 影響 沒有關係 不會 上台一樣 對 就算不管他台下輸了多少錢 我記得以前 朱大哥是這樣 不管他輸了多少錢 他上台一樣 是非常認真在表演 他就是忘了 他剛剛輸了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藝人 就像我們也都是一樣 只要一上台的話 我也是這個構成人來瘋 一上台我就覺得 我就是要把我的工作做好 把我的表演做好 我們都是一樣 把我們的歌唱好 如果唱不好 那也沒有關係 就當做做效果 對不對 但你盡力就好 你的態度 你的努力 觀眾是感受得到的 所以呢 不管你 私底下你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我想洪哥也是啊 對不對 你有做過秀嗎 我沒有 他那時候沒有跟到秀嗎 你看 我很早在這樣子的活動中 很早不講話 插不上話 插不上話 我都沒有講話 我在想說 你那段很精彩 講那故事後才會很精彩 你覺得我第一次 因為我這個是第一次演八點版 我是第一次演八點版 對我是第一次演八點版 所以我剛才要請教一下美鳳姐 如果演八點版的話 要注意一些什麼事 喔喔 好客氣了 萬一我一直NG的話 你會不會打破 客氣了 我覺得他們 不會喔 不會啦 不會啦 我們就是他會瞪你 哈哈哈哈 明視這個大家庭 絕對不會 如果說慢慢來沒關係 就算他們很累了 然後他們可能還有其他的什麼 都很辛苦 像我跟鮮梅 合作保激黨 就美鳳姐一起拍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好吃的 喔 太棒了 對 都會加菜 還有咖啡 還好 他們兩個喔 認識的時候 難怪你們都趕快接 對啊 他們都 還沒洗 都還沒洗 那時候 因為等一下回來 兩個都洗啊 都當媽媽了 然後現在可以回來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真的 就像家人一樣 謝謝美鳳姐 好期待 因為我們這個戲裡面 我們算是一條主線 是 因為我現在可以透露一點點 我是這一個 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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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聽 我是這一個歌聽秀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人 喔 那重要性呢 當然不能比美鳳姐重要 美鳳姐當然最重要 我之間有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什麼關係 就是你們想的那個關係 對 一定有 好緊張 有部戲很好看 紅哥 就是有好幾春天那個 喔 他們就在那一個 我看到夏淨廷 我好開心 喔 那夏淨廷冒死啊 我就說夏哥 我一定要 你要向他看齊 向他看齊 沒有沒有 是我抱著 你抱著啊 他很棒 不好意思 這個戲 你是跟美鳳姐 沒有沒有沒有 美鳳姐滿挑的 為什麼片劇 跟我講的 沒有 因為這個你已經有那個 我是有 我的另一半了 對 我的另一半就是 大家就知道 剛剛跟我長得一樣高的那一個 對 對 誰啊 他也姓王 他也姓王 王董的 王董的 對 我們是 對 一對夫妻 然後我們是從秀場出來的 很辛苦的 對 喔 你現在在劇透對不對 我只講一點點 那你都可以講 那你看 先沒講最多 你是演什麼 對 對 我演媽媽是歌星就是 我不是一個 但是我有一個小孩 但我就是要隱瞞 就像現在藝人一樣 你有小孩你不能講 現在不會以前 以前 以前那個年代會 以前一定要隱瞞 叫這個 叫這個 連那個小孩子也不知道 我是他媽媽 就是叫我伯伯 就是託給哥哥養這樣 然後那個 那個毛就是那個糾結 就是又要故事業 然後又要親情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那個 對 我們應該來唱這首 人家問 你跟我 兩人到底什麼關係 介紹你 是我小妹 不敢說 不談白 你有唱過這首對不對 就是媽媽花姐啊 好好喔 我要去看過 那好好喔 鮮美的角色就是這個 剛剛那個 小娜姐在唱的時候 我彷彿有聽到 有些記者 她是在唱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有點隔閡 就是媽媽是歌 對 就是鮮美角色的這一首 她的戲 有有有有 就叫媽媽 對 對 我是清涼路線沒有錯 因為我 真的假的 因為我其實就是青春的肉體 對 什麼時候是30年前的肉體 對 我就是剛的時候 那時候出道的時候 16、17歲啊 就是為了要養家 賺錢養家 然後那時候的 那個歌廳秀他們的 那個蜂巢就是 第一首包很緊 然後第二首就是脫掉 然後是三點的 然後他三點的都是有亮片啊 有流速之類的 你就是要很性感 那時候我又很年輕 那只能夠 坦白講就賣肉啊 就是這樣 那時候有被總友說可以露點嗎 沒有辦法露點啊 不可以 有 餐廳秀後來變成牛肉場 牛肉場 牛肉場呢 是在新門店 比如說房總他們是巴黎食 就一般的餐廳 可是獅子嶺那邊就是牛肉場 那是不一樣的 那有些藝人有去唱過 然後牛肉場的價錢比餐廳要 double double 牛肉場 對 那我看過某個藝人 我就不講誰 那他有去表演 其實他也長得不錯 我其實我沒有去 我會不好意思去看 是別人去看的來告訴我 我說那他們那個露點 那什麼 他要露嗎 因為我們通常 最多就是 像我就穿夏威夷的 三點四的 之類的 比基尼的 那你如果去牛肉場 你不可能穿這樣 他不可能 你如果穿這樣 他不可能跟你 double double 加 所以他們就跟我講 他說他是穿肉胎 但是呢 他在 重點部分 重點部分 可能這裡就隱隱跌跌看 那底下呢 其實他是 有 有 有 毛 但是呢 是貼的 貼吧 他弄 就是 美鳳姐 因為這個物 我非常清楚 對 是牛肉場主持 牛肉場主持 美鳳姐 我跟妳報告一下 我在牛肉場主持過十年了 所以我看過 那妳講一講 那個叫穿幫秀 穿幫秀 對 他外面有一層薄紗 對 對不對 然後裡面 那其實有的 其實有的是 真的是 沒穿的 對 但有的是有 就是有稍微貼一下 為了要賺錢嘛 那很多的藝人那時候 因為秀場有一點點 開始慢慢的變少了 對 然後就變成 牛肉場很豐盛 所以很多歌手 藝人演員 都會去表演唱歌 但是有的是純唱歌 就是去表演他的秀 那包括以前 憲哥啊 碰哥也去主持過 都有去主持過 因為其實那時候都會 在那個秀場當下的 牛肉場會請一些藝人來表演 已經有一點點 參差 對參差的表演性了 那有的是真的去 就是為了討生活 那是真的有的是脫的 那時候藝人剛出來 有脫的叫穿幫袖 穿幫袖怎麼穿 他就是外面薄紗 然後裡面沒有穿 那還是完全沒穿 那什麼時候給人家看 就是出來 我們舉例我們介紹 洪都拉斯 來 歡迎洪都拉斯 帶來的精彩的穿幫袖 要講穿幫袖 對 就是 你是女生 我只是 你是女的 不要啦 穿幫袖 然後你就是出來 你就是穿那個波紗 然後就是在那邊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一首歌 不用跳 你就是走來走去就好了 就是邊唱邊走來走去 他也沒有唱 也沒唱 走台步這樣 走來走去 反正他就是對嘴也好 我知道 對對對 然後就是隱隱約約的 你就會看得到 那我問一下那個 你被我們還好奇 我那時候就是 你沒看過 都會來找我 去表演 前面唱 前面唱這種 他們最喜歡邀請我們去 那個錢真的是很多 可是我 那都是多少 你不要說你現在一代 不是一代嗎 一代嗎 就是 一倍嗎 沒有沒有就是Double Double Double兩次 1萬變2萬 2萬變4萬 對 那很多人就會 反正唱 對 但是我就是那種 可是純表演 純表演 但是他也會希望你能夠 露點 因為我在餐廳秀 或是什麼 穿的比較性感 可是我是屬於比較 能夠希望表達是比較健康 然後 那我請我家人去看 你知道嗎 那我們前面都要穿了很多 然後 然後唱到 愛生 然後再來 就要再換兩塊 涼啊涼啊 就穿了下尾 我二姐夫 走人 你姐夫走人 她太少她受不了 這樣她就生氣 對啊 那你說我怎麼能去那個 牛肉廠 那不行 我們家其實還蠻那個 那我是因為工作 後來他也看到我是 真的是像上班族一樣 這樣子 可是他真的去看我做秀的時候 他還跑走 太不快 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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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工作內容 對 所以你說牛肉廠我不敢 那我就有聽人家說 是 那我請問就是說 那個聽說那個 請問有誰有來看嗎 我倒沒有看到洪多拉斯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康康坐在第一排 真的嗎 沒有啦 就是說 那邊好像是 不太清場 就是觀眾你可以在那邊吃便當 都沒有關係啊 而且他們可以早上去 然後可以看三場 早上一場 他可能進去可能一百塊或一百五十塊 然後他可以看 那時候那個三十幾年前喔 那時候錢很大 然後再來就是他可以看第二場 連續他只要出去吃個飯 蓋個章就好了 然後再進來 然後可以連續再看下午兩場 一點半下午的三點半 這樣子 那可以這樣子 一張票可以看三場 那時候那個年代牛肉廠 但是我們今天的 我們的戲是歌廳秀啦 哈哈哈哈 其實講那麼多 牛肉廠 不太一樣 牛肉廠 現在年輕人都沒有機會看到 對 沒有 不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這齣戲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以前 在那個八零年代的時候 我們這個那個秀場的 那個一些有趣文化 對 那劇中會有一些 要保護自己的藝人 然後可能很多觀眾 不知道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藝人在台上是這麼風光 可是私底下 其實每個生活是不一樣 嗯 有人就是可能喜歡去 摘母廳 有人愛去拔掉 玩兩拔 有人可能就是什麼什麼 之類的不一樣 那我是屬於那種 做秀我錢很低 可是我的盡量就是那種 他們都在玩那個什麼 電動玩具啊 拔帶 然後我都在那邊縫我的亮片 風你亮片 你的戲服 我的秀 我可以買一個 然後自己在那邊手工 對 我覺得禮拜天那場觀眾比較滑得來 因為最後一天都滿滿的亮片 而且後台有滿多好玩的事情 有的人會現場男生會把那個 就現場脫衣服嘛 褲子脫掉 有的人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穿四腳褲或三腳褲 就換衣服就直接也不進去那個 市民連四腳褲都可以脫掉 沒有啦 男生有什麼關係 但是也有女生曾經這樣子 女生也這樣子啊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現場沒有進去那個更衣間換 然後直接在現場就換了 他男生在旁邊沒關係 對 他們也無所謂 我們現在穿得很爽 我們還是要進去換 沒有那個習慣 其實還蠻多 你講還在線上的 還在回憶嗎 在搜尋當中 講尺寸 就是他的褲型你看起來覺得 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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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不是就是四腳褲花花的 不然就是白色的內褲啊 會不會讓你經驗的那個 這個就是感覺不會很興奮喔 不會很興奮喔 因為比較帥的 比較那個那個帥氣型 偶像型都會到更衣間的 通常都是一些大哥 沒有在怕看的人 沒有在怕看的人 就覺得無所謂 反正快就好了 那哪個胸型要美 胸 妳是說胸 女生 女生 男生沒有胸型 沒有我們不是 女生的胸型嗎 都在裡面 美鳳姐 真的喔 美鳳姐的胸型是最美的 我那時候常常 肩挺 豐滿 其實那個時候皮膚又柔軟 又細的 皮膚又好 那個朱慧珍 喔 你說朱... 小朱... 朱慧珍 姐姐 還有馬勢力 馬勢力 對 馬勢力也是身材都非常好 真的 還有姿姐啊 姿姐 姿姐也是 那時候蘭玉莉也是非常的紅啊 也是性感 美艷紅心 都是非常漂亮 腿又長 對 然後那個美鳳姐 我記得那時候 她最 比較不一樣 她比較陽光型的 她算黑頂啊黑頂 對 黑頂啊黑頂的 像焦糖的那種感覺 黑美麟啦 白不過馬勢力啊 就曬黑一點 各有特色 我覺得各有特色 對 對 對 其實秀場有很多很遠無趣的事情 那妳那個 好期待 媽媽也是外出 那妳呢 對 講一下 我是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妳們今天躲在邊緣 還不知道 對 她是 這也不能太說 對 可以講 她後來呢 變成一個非常非常紅的藝人 紅的歌星 對 只能講到這邊不要再講 因為她的出生 也很特別 很難吃苦耐勞 她是 很辛苦的 還會去挑水 對 對 對擦地板那種 阿信 然後後來最後會 也會撩下去 撩下去 對 撩下去然後變成一個 非常好重蠻 有名的歌星 然後就被我救到了這樣子 我救到 我把它救起來這樣 不是你救的吧 就不能劇透 我就往另外一位關鍵講 阿根也不要亂講 但她跟我們的關係都很密切 對 對 她是跟我最密切的 對 對 所以都是演藝人 對不對 算嗎 歌手 也不是都是 我們是 我跟姊姊是 就是我們是歌廳秀的 對 曾經就是 在歌廳 歌廳裡面打滾的 對 然後他們是我們的晚輩 對 但是那是一個背景 還是你們到時候真的會拍演唱啊 台上表演 一定要吧 一定要 你一定要 秀也很厲害 一定要 而且我覺得 倩島 她那個時候是跟潘英子都很熟 剛剛拍戲 然後潘英子因為很紅 所以他們去做秀 所以呢 倩島有經過那個秀場文化 所以我相信她可以把秀場的那個氛圍 跟那個感覺 會把它呈現出來 就很懷念 很期待耶 很期待耶 對啊 可以回到那個年代 那時候是很快樂 一個禮拜每一天都相處 對啊 結束完之後就吃宵夜 然後趕場 趕場 然後下午有空的時候 唱完的時候 就喝下午茶 對 然後晚上 就半夜的時候 如果住同一間飯店 如果大哥無聊 就來跟你借牙刷 借牙膏 無聊借牙刷 對不對 就是 咦咕咕咕 黃才華 我沒有牙膏牙刷 方便進去你的房間嗎 沒有 收完牙刷 那就我就住下來 我有點頭暈耶 我突然間覺得 你的床借我躺一下 其實我們真的都碰過像這樣的事情 可能她約你吃宵夜 另外一個說 我就在對面等你 另外就來敲門 然後就打電話 好多招喔 那一場 然後那麼多人 那這些主持大哥 會是誰誰誰 然後這樣約你 那一檔之後 他第一天就開始這樣 拒絕會怎樣 好 那我就想到一個重點就是 我想知道 就是說 就這樣約 我想到一個點 我每一個都沒有 不要去得罪 就是不要 不要跟任何一個有怎樣 那怎麼玩具 你也怎樣你一定得罪其他的 對 因為他一定會說的 好 因為他一定會說的 那時候的大哥一定會一個團一個 又 喔 我一個不行 我處理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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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也不得罪 對 那你機會就會比較多 你每一檔 你如果跟他好 下一檔那個誰 他說我一個 所以我們都是不得罪 但你說怎麼拒 對啊拒絕他不會生氣 比較圓滑一點 我都可以 我說你要不要一起來 我每個晚上都有拖 我都有拖 就五個一起來就對了 沒有 我說要不要一起 因為我已經有 給我到高雄做說 好多高雄的朋友 他有很多朋友 那一起來 去吃什麼 我說要不要一起來 就沒了 那有的就說好 不然等著幾個就一起去了 然後就開始灌我酒 那時候美鳳姐的酒量是好到不行 那時候美鳳姐的酒量是好到不行 想要灌美鳳姐是不可能的 還有大哥也會啊 他包秀 然後就想 喔他包秀 老闆請吃飯 你一定要去 然後我就帶舞蹈 然後那一檔還有小劉哥 小劉哥就陪我一起 還有那個老大 然後大就帶了他的四個小行 那我帶我的舞群 還有我的妹妹啊什麼這樣 好那誰一說下去就開始呢 那是很流行那個生啤酒加番茄汁 喔 對對 之類的喔 然後要不然就是那個花雕加酸梅 紹青之類的 然後就那個生啤酒 然後酒 就這樣 小了酒了 我現在開始不要酒了 你如果要酒了 你酒了會有錢 如果要酒了就像大人可以酒了 然後老大就拿杯子 然後那個晚上我只跟老大喝 然後喝到兩杯 也沒有喝 就慢慢喝啊小劉哥 你知道我這樣喝出來我說我不要喝了 他說啊有什麼 我說很重的 他說啊你很重的 他說啊你很重的 我說我是想要喝酒 你也想說高了 有沒有嚇到他 然後就散 就散 嚇到我 嚇到 好厲害喔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有帶我去 再怎麼樣他們都會照顧我 是啊 是啊 那你如果一直 你身邊一定要有人 對 比較安全 對 還有小劉哥也在 對小劉哥在 他會幫你擋酒 黑道不會搶牙嗎 不會不會 不會啦倒不至於 他也會做 我用你 我就是要什麼 那他會盡量用別的方式 有屁股牙膏 我會搶牙 哈哈哈哈 我會搶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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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跟你看 之類的 不會強迫那種 黑道不會 倒不會 不會啦 你不要中了一部好像都不 然後就 我很接地氣的 我很累 還是要跟他們一起 尊重啦 就是尊重 對 秀還好 在當時那個秀場 就是說每一個人 就沒日沒夜的 就是跑到好像也沒有什麼 你說跑場喔 跑場那個時候是 我是一直在跑場 你每天都有 我跟你講一年365天 我覺得美鳳姐 可能一年365天可能 做了 廚信業沒有做而已 廚信業有做喔 沒有 廚信業一定要做 沒有廚信業 真的嗎 你只能吃個飯 然後你7點 你就要開車往台南 那所以沒什麼高鐵 你要開車 要開車 初一的中 在10點就要開場 然後白天就要兩場 晚上要兩場 所以要四場或是 然後中間我還要跑場 那時候工地很危險 所以我有 工地秀 一天可能有跑七八場 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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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工地秀 然後在秀場 就是那個 都沒有時間花錢 那時候真的 真的應該沒吃 真的 那我又不賭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買很多房子 而且連那個豬都自己工 沒有 就是 因為你去做工地秀 結果這個好像還不錯 你就買了 然後你就頭起就還好 其實他就慢慢買 慢慢買 那老闆就幫我們打折 打折 對 哇 那個年代 真的 那你要賭的話 就沒有電 所以藝人是很辛苦 有通告才有收入 可是當你有通告 有工作的時候 其實要稍微信心 差不多 就說 也不是都不花 當然如果說 有家庭就要算 大概是這樣 像我們自己一樣 我覺得我可以帶拿一半出來 我一半都不可能 就是那個危機感 我從來沒有危機感 就一次 唯一一次有危機感 就是秀場少黑少黃 的那個事情 整個蕭條 那我買了太多房子 我還買套廳啊 在內門那個什麼 買了套 然後那時候 我第一次發錢 我有那麼多房子 然後我的貸款 我忽然覺得 我大概撐三個月 可能 我就有壓力了 繳不出來了 我就會有壓力了 比如說再三個月 比如說之類的 因為買了嘛 那每個月你就很穩耶 我的秀都很早 就已經半年前 都已經買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困窮耶 我可以大概 沒問題 那我想我再半年 可能就開始 其實會很辛苦 那是我第一次有危機感 就是掃房掃黑 所有的酒店小姐 所有的 娘老爸什麼都 沒有 沒有來看秀了 都沒有了 那一陣子就有一點 從那一次我就開始 嗯 愛保守 然後就慢慢一間房間 房子慢慢脫手 就會慢慢脫手 那對對 我也很少說房子租給人家 我都覺得還不錯 我都會自己住 我不是在說投資到 我還好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 講到比較嚇 就是 餐廳就比較沒有 你就轉到有八點檔 我跟你講 我也不是我想演就演 然後我就在秀師 也還好就是 那時候開始組織中間 我就是因為 考在那邊之後 剛好有一個製作人 要找我拍戲 可是要找我拍戲的時候 他先給我一個定金 就幫我紓困 可是那個戲譬如說 六個月以後要開拍對不對 他說因為什麼 所以他們不拍了 然後又把我定金送回去 啊 定金不是定下來就要給人家了嗎 是不是 怎麼可以還給他 所以他 定金耶 就還他了 那我怎麼還還人家 那我還是就 他是誰把電話給他 對啊 誰把那名字說出來 然後我就把這個錢還給他 因為在那個同時剛好 嗯 就是剛好就有個機會找我去拍戲 不是這個人 是另外的 反正就 然後我就接了 什麼 什麼 主持還是什麼 我已經忘了 但是我曾經有這樣一個經驗 對 那我會演八點檔是因為徐靖良 那媒體大概 喔 徐靖良導演 他去看秀 然後就約我 我就這樣彈 就開始八點檔的這一條路 到現在二十幾年 對對對 本來電視台是不願意的 因為他秀場 你每次 你每天動感人心 我說我是 那你怎麼可以演台灣 我說我是 你怎麼可以演台灣傳統的 今晚影帝陳松永 他們沒有 我說 啊不然 好了 然後那個製作人很堅持 就說 他認為我可以 他認為我台語說得很難聽 他說我台語講到 所以就堅持讓我演那個 而且他有看到你內心的另外一面 我只跟他喝個咖啡耶 但有時候導演他是很厲害的喔 就像我 人家也覺得我是血腥 可是最近拍的戲就是比較有內心的 內心戲的東西 他是動 你台劇也很棒耶 被看到的 因為你又台劇也很棒 謝謝 其實我的舞台劇也不錯 哈哈 你很奇怪 跟草花姐整個不一樣 有 有 有 你有目共睹 你的厲害 再見歌丁秀 金鐘獎 又入圍 對不對 是啊 那時候我們沒有那樣子的過去 對 因為你那個故事講講 而且我的話 好想聽喔 要不然我們就買個便當一起吃 哈哈 講不完 黃錦鳳 黃錦鳳更多 其實美鳳姐在講說 我那時候以前的歌丁秀的畫面都會畫面 現在 對 對 誰那麼會講話 哈哈 請問 記者 美女們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媽媽 黃錦鳳 黃錦鳳我已經訂完妝了 然後再等戲 然後想說我已經 快四十歲了 旁邊比我小都在做試管 我想我應該 也都亂吃幹嘛 應該也都管不了 就試試看 然後就上 就 就有人 對 然後直接就跟他們一次說 不好意思我懷孕 那 定中定好我就說懷孕 就是大概等一兩個月吧 所以就沒有拍了 就沒拍了 好 就直接沒有拍到現在 他也是吧 你也是吧 他也是啊 佳瑜幾年了 幾年了 你也七年了 我七年 也是七年 就是那時候風水一拍完 沙青 然後下一檔都已經在彈角色 結果後來他說 啊 葉佳瑜耶 葉佳瑜還有啊 還有啊 他怎麼這麼愛生 對 那時候就有了 有的時候就想說 很旺 走入家庭 對 然後就一直現在 然後現在七年 那小孩子現在也大了一點點 太二腳手了 對對對 所以也比較放心 我現在曉得 今年也要生小一樂 所以有人幫忙照顧就 喔 老公 老公 對 再次 雨風哥 回來喔 其實 就是這麼久沒工作 其實會有一點害怕 就是再站出來 即便今天面對美女 或覺得要再拍戲 就是要再站上舞台 就是面對這麼多人 其實會緊張 我是想到 我可以把小孩子 兩個外星人丟包 謝過 其實也是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覺得 帶小孩子跟拍 沒日沒夜的八點檔 比起來還是拍八點檔 輕鬆 真的 所以我一直很真實 哈哈哈哈 真的 我說真的 整戲拍趕快辦 真的要提醒自己 這小孩子是很輕生的 原來你們 原來 原來你們是那麼羨慕我們 輕生的 輕生 因為人生比較好動一點 兩個女兒 兩個男的兩個女的 男生每天都要暴怒 就在暴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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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子真的才剛摔斷牙 對啊 就摔斷整個 整排都沒有自己 喔 因為男生愛爬夠爬地 唉唷呀 有沒有怎樣 摔下來整個打 然後就整個腫起來 然後牙都掉 那沒關係 就當作換牙嘛 對啊 換紅布了怎麼辦呢 還好沒牙剛好就不去 喔那還好 有牙啦 現在是很牙 老大老大 媽媽好羨慕 就是男生真的特別難 但我就羨慕家人是女生 從第一胎場生 女生都生不大 還去換花啊 去幹嘛 最後出來 欸怎麼是男還是很快 那都吃菜 差很多 生女人是 我跟妳講 男還是老婆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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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氣 這個健康 是誰媳婦的問題 講歌廳笑話 對啊 所以小孩子沒那麼多 你怎麼這麼多 你怎麼這麼多 環境不一樣 好啦 八點檔 八點檔 健康平安就好了 這樣想就好了 那小孩子知道妳要出來工作嗎 他們其實就現在七歲 還是小孩子很開心媽媽出去工作 哈哈哈哈 創方都很開心 對 創方都開心 媽媽也不會唸 那妳有看過妳演的 之前重播了八點檔 有 所以媽媽媽媽在電視上這樣 認得出來 認得出來 但常常認錯就是有別的女生 她說媽那是什麼媽媽媽 我說不是我每天照顧妳 她像可以 以後她可以在電視上 八點檔 媽媽媽媽媽 鮮妹我覺得妳應該要出來走走 感覺妳今天蠻多的怨氣 這個比較不會喔 這個女生的比較不會 男生真的是可能有一點讓你 有一點壓力 有沒有感受到那個 沒有啦因為 因為他老公幫忙照顧他老公的一個人 對啊 他真的很辛苦 什麼東西 兒子有沒有貼心的舉動 我覺得沒有 母親節沒有送你東西嗎 應該 有學校的 那就可以了 有沒有講我愛你啊 或者對媽媽爸爸 學校會教 學校會教 這個還要別人說 好可愛喔 因為他還小啦 然後找到別人 而且女兒因為 沒有分享你的照片 對啊 我高三了 高三 有高一 我都好比妳漂亮 國民樂母啊 不敢不敢 就是謝謝大家的這個 花獎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學測 所以其實每天都在讀書 就是圖書館學校然後補習班 那對自己要求還蠻高的 就是目前有人說有沒有要出道 其實目前真的沒有 但未來我也不知道 那我覺得小孩子現在功課 就還是很重要 我覺得多讀一點書 因為以前我們那個環境 也沒有辦法可以真的多讀一點書 那如果現在可以的話 我就盡量讓他們多讀一點書 那以後有興趣的話 以後我都可以支持 沒有問題的 你有其他一個元素說 你至少大學要畢業還是要國立大學 你有給他什麼興趣 我覺得他自己快樂比較重要 你讀大學你未來有碩士學 都很好啊 你要出國讀書都好啊 那他有沒有跟你講過 他對這一方面有沒有興趣 目前倒沒有講說他有興趣 但是我曾經說有人要 因為已經有很多經紀公司要簽他 然後但我都說現在目前還沒有這個想法 然後我有這樣跟他稍微提過 但他也沒有說什麼 也沒有說不要什麼什麼 也沒有說好好也都沒有 那我感覺沒什麼反應 沒什麼反應 但也不一定表示說他不會想要 也不一定 也不排斥 也不排斥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對方先簽你比較快 哈哈哈哈 目前彩華節應該是大家都知道電話 那我是覺得想孩子快樂比較重要 然後就是有一點點知識更重要 對 未來找一份工作 就算他沒有走演藝圈 未來有一份 也有一個好的學歷 也比較好找好的工作 對 可以養活自己 那有多多媽男朋友嗎 蛤 男友 男朋友嗎 啊這個 有 有 我覺得 讀書還是 比較重要 現在其實都是 對 現在這方面 他還是很努力在 他上街頭有很心轉 沒有 因為漂亮上街頭 他其實我有問他說 你去學校有沒有人家問你啊 他說有啊 你有 你覺得呢 他沒有反應 沒反應 然後就我要讀書 我要讀書你不要吵我 然後他 然後他覺得我給他PO的照片 他覺得他不好看耶 為什麼PO那麼吵的 對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嘛 是 但他覺得 小孩子跟你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是 他們現在都有自己的想法 想法 然後 他說你給我PO那個照片 我都沒有很好看 但我覺得 你們覺得不錯吧 很美啊 對啊 媽媽的視角 跟小孩子的看法 是不同的 對 對 還是希望他打純淵 你才能有愛 都可以 我也覺得 其實世代不一樣 那那個 可以的 純純的愛都OK 我覺得到 什麼意思叫做純純的愛 不要幹什麼 有不純的愛嗎 對 純純的愛可以啦 他就算不純 你也認為他是純的 他媽媽都這樣子 反正 就我們認為是純 他就是告訴自己 就是一定要讓自己 要懂得保護自己 對 媽媽都是這樣子 女生嘛 我們就懂得保護自己 對 比較好 對 未來就未來 看狀況 隨緣 謝謝 謝謝大家 辛苦了